说近日安徽合肥一村民家中多知鸡鸭被盗 民警侦办案件时发现 偷鸭贼不但偷东西 同时还兼职盗掘一个宋代古墓 这就叫一专多能 盗窃盗墓两不误 既是家禽大盗也是摸金校尉 可谓偷盗界的复合型人才 只不过需要到监狱里改造改造了 说近日在安徽淮南 一名小学生在家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自己的父亲 于是他迅速报警 男孩向民警介绍 骗子说爸爸欠了五千万元 但他想到爸爸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孩子的诚实令爸爸悲喜交集 事实证明人一旦有了清醒的认识 就不会上当受骗 说近日浙江宁波 警方破获一起侵犯知识产权案 抓捕现场嫌疑人试图删除底层代码 嫌疑人以为民警不懂技术 结果碰到个硬查 旁边民警不仅懂技术 还是通信工程研究生毕业的 随后嫌疑人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表面上他是警察 其实他外套里面是格子衬衫 而且还戴着假发套吧 说近日有记者收到线索 有人在网上叫卖隐私视频 记者经过数月调查 打入了偷拍视频的黑产链的内部 了解到惊人内幕 在酒店 美容院 室一间 甚至浴室 厕所等地 真恐摄像头偷拍 无孔不入 情侣和女性大量私密画面 被明码标价的叫卖 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隐私保护 同时也千万别花钱买这些隐私视频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说近日毛里求斯岛屿西南的 勒姆恩海岸引发关注 海床上的泥沙快速地流走 仿佛瀑布一般 又好像整座岛屿 正在被一个巨大的下水口吸走 这种景观并非真的是 水流倾泻而下形成的 而是因为这片海有太多渐变色 在洋流的作用下 海水中慢慢下沉的沙子和淤泥 不断地流向地势稍高的大陆架边缘 然后顺着边缘 坠入数千米深的海底 在阳光的照射下 沙子和淤泥形成了 从绿到蓝的变化过程 营造出3D立体的视觉效果 缘头发包程恒 营造出4D الب丝utz 组帮影 error